疫情严峻,全国三级防疫警械再度延长 各行各业都必须遵守防疫规定 但日常采买仍然是名声必须 为了避免市场人潮群聚造成防疫破口 花莉士公所特别在重庆市场建立了即时影像监看系统 让民众在家出门前就可以先上网查看目前的市场采买人潮 避免在人多时前往采买 防疫期间只要进到传统市场采买 除了要实联制登记之外 还必须量测体温酒精消毒 为了减少人潮接触的机会 花莉士公所也特别在消费人潮最多的重庆市场 设置了即时影像监看系统 那我们也是接受到非常多的民众的反应 跟摊商的一个反应 就是说希望能够让更多的民众 更清楚知道重庆市场内部到底有没有非常多的人 还是说现在是可以去采买的时间 所以我们除了用身份证字号来做相关的分流之外 也提供影像即时的部分让民众来做相关的一个了解 那我们在这一项的一个设施的部分 我们也是跟相关的天气公司研究了将近了快三周的时间 那也好不容易把相关的系统把它开发出来 那我们希望说在重庆市场的部分虽然是事半 但是如果说成效良好的话 未来我们不排除再提供其他市场的一个人流的部分 市场内ABC三道个别设置了一支摄像镜头 除了可以提供民众查看 也方便市场所掌握人数动态 只要人比较多的时候呢 像我们管理端这边呢 就会提出就会有告警 告诉我们说现在目前有几个人数这样子 那我们如果人数过多的时候 我们就会广播提醒民众保持安全的距离 重庆市场即时影像监看系统在24号正式上线 民众只要扫描QR Code动动手指头 就能轻松看见市场内的即时现况 获得许多摊商及民众的支持 人比较多那空间比较窄 尽量不要来 这样对啊我会看市场人比较少我才会进来 这边是很安全的啦 而且又很通工啦对 然后有这个系统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市场的人流有多少这样 很好就非常好 市长渭嘉贤也表示如果成效良好 未来不排除在其他市场也会增设相关设施 期盼消费者可以多加利用科技的智能 在出门采购前可以先上网确认人潮 等人少的时候再出门 降低人潮群聚的染疫风险 记者许立琴花恋事报导 稍后 谢谢大家